同学们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就将正式进入我们的实验阶段 我们的实验阶段主要分成了我们的第三阶段初级实验 以及我们后续的第四阶段中级实验部分 我们的第三阶段的初级实验的第一课 也就是我们的课程五 不一样的点灯实验学习Io的一个输出 那么为什么这里要叫不一样的点灯实验呢 如果以前接触过开发版的同学们可能都知道 我们开发版的第一个实验一般都是点灯实验 那么这个时候同学们可能会直接把供应商提供的代码 下载到开发版里把灯点亮 或者是最多查看一下代码 然后这个实验就结束了 那么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因为我们之前在课程简介的时候讲过了 我们是希望同学们要知其然 更知其所以然 所以说在我们这个课程里 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实验 能够真正去理解我们这个CPU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机制 这个CPU是如何去控制这个外设的 以及我们这个外设的一个工作原理 和我们这个外设的一个实际的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或者是工程中的一个应用 好因此呢 我们的这个课程呢 我们这个实验课程呢 主要就是分成了三个部分给大家讲解 首先呢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想给大家讲解我们的这个理论基础 好我们的理论基础呢 主要会来给大家讲解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CPU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机制 是如何我们这个CPU呢 是如何去控制外设的 以及我们如何如何对这个CPU编程 好我们理论基础的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外设的一个原理 我们把这个理论基础呢 学习以后呢 我们会以这个理论基础为基础 去进行我们的一个代码的 代码的实现 以及分析 好然后我们最后的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再版的 再版的实验 和调色 好我们的这个实验课程呢 主要就是以这三个部分 来为大家进行讲解 好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的课程5 我们的一个点灯实验 好我们的点灯实验的第一个小节呢 就是我们这个点灯的理论基础 在我们的这个理论基础呢 主要分成三个知识点给大家讲解 首先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嵌入式开发必知会的第三个小课 也就是了解我们这个LED 因为LED在我们的这个嵌入式的这个设备中呢 它是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呢 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点灯的一个原理图 最后呢会给大家讲我们这个GPIO的一个特性 以及我们如何去操作这个GPIO 好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知识点的讲解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LED的功能特点和用途 那么什么是LED呢 LED实际上就是发光二级管的简称 它的功能呢实际上就是发光 那它的这个 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把这个电能转化成光能 那么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的特点实际上就是亮度高 功耗低 说明长启动快 以及功率小 并且呢不容易产生视觉疲劳 当然这些LED的灯的这些特点呢都是针对以前的一些灯来讲的 那么它的主要用途是什么呢 其实LED的用途呢现在非常多 最早呢LED灯实际上只是用于我们这个设备的一些指示 后来呢由于它的这个特点 它灯就用于了各种交通信号灯以及大面积的显示屏 以及现在呢 这很多的一些家用照明啊 还有汽车照明啊都在采用LED灯 而且现在提倡我们这个绿色光源 以及这种环保光源呢 实际上都是要必须采用这种LED灯来实现的 好下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LED的工作原理 我们之前讲过我们LED呢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二级管 那么以前学过模拟电路的同学可能都比较清楚 我们的二级管呢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 一部分是我们的这个N型的半导体 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这个P型的半导体 那么我们这个LED呢实际上也是由这两个部分构成的 那么在我们的N型半导体里面呢 主要是一些电子 它主要是一些电子占了主导地位 那么在我们的P型半导体里面呢 主要是一些空穴 我们把这个叫做空穴 那么电子呢它当然是负 它是负属性的负极的 那么空穴呢就是正属性的 那么当电流呢通过这个晶体的时候呢 这个电流呢肯定是由正极流向负极 那么这个时候呢电子呢就会从负极流向正极 那么电子呢就会从N极往这个P P极走 跟这个P区里面的这个空穴呢进行一个复合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会激发里面的这些发光材料 发出能量 然后呢这些能量呢最后就会以光能的形式呢 来展示出来 那么这呢给大家有一个动画演示哈 给大家看一下 好大家看 这个呢就是一个发光二极管内部的一个结构 这个正极呢就是它的P极 负极呢就是它的N型的一个半导体 那么我们这个电子呢就是从我们的N型半导体呢流向我们的P型半导体 那么我们的电流呢就从P端流向我们的N端 这个时候呢当我们这个电子跟这个P极半导体里面的这个空穴进行符合以后呢就会产生光能 于是就发光了 好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LED在我们的电路设计中的一个表示 在我们的电路图中呢我们的LED呢一般是这样表示的 因为它是一个二极管 因此呢首先就用一个二极管的符号 这是一个二极管的符号来表示 大家注意 这边呢三角形的左边呢就代表它的一个正极 而右边呢代表它的一个负极 这个正负极呢一般是不画出来的 然后呢由于它是一个发光二极管 因此呢我们用两个箭头来表示 发光向外发光 因此呢这个发光二极管的一个电路符号的一个表示呢就是这样的 然后在电路设计中呢还有一种二极管它是这样表示的 它这也是一个三角形啊 然后它这两个箭头呢是朝里面的 那么它代表什么呢 它实际上是代表的一个光明二极管 或者说是一个光电二极管 好 这里呢 发光二我们这个发光二极管的这个支持呢就给大家先讲这么多 然后呢我们这个签署开发壁之汇第三课呢给大家留一个小作业 希望大家课后呢能够百度一下我们电阻电容和电感的功能特点用途 以及我们的一个电路符号的一个表示 因为呢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在我学习嵌入式中的最基本的一些元器件 这些呢我们都必须去了解它们的功能特点及用途 并且呢要知道我们如何在电路中进行表示 进行电阻电容以及电感的一个表示 好下面给大家讲解我们的第二个知识点 我们这个点灯的电路图的一个分析 好下面我们打开我们这个开板的原理图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点灯的一个电路图 好 这呢就把这个原理图 好打开了 我们呢先看我们这个LED接口 这呢花了三个灯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DS0这个灯啊 大家看这个符号呢就表示我们的一个LED 那么 这个电阻呢这是一个电阻啊 这个一个这么一个形状的代表一个电阻 那么这个电阻呢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 刚才给大家讲这个LED工作原理的时候讲过了 我们要发光PTO电流流过来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电阻呢就是产生 用来产生电流的 那么我们这个电流呢就是怎么算呢 就是通过这个 大家看我们这写的VCT3.3 这个是个3.3伏的一个电压啊 然后除以我们的这个500 另外一是算下来大概是6个毫安的样子 6毫安因此呢就会产生一个6毫安的一个电流流过我们的这个发光二级管 把这个二级管点亮 那么我们的这个LED0呢 它实际上是接到我们的CPU上的 我们之前上一课给大家讲的时候给大家讲过 我们如果去查看这个电路图啊 实际上呢这个LED0呢 它是在我们的这个位置 大家看啊 在我们的LED0的这个位置 就是PF9 这个IO上面 接到PF9这个IO上面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控制我们这个LED0的这个电瓶的一个高低 来控制 这个 电是否会有电流流过 从而呢 就可以控制这个灯的一个亮和面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边是一个高电瓶对吧 3.3伏是一个高电瓶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把LED0也设置成高电瓶 那么这两边的这个电压呢 就是一样的 因此呢 这个电就不会有电流流过 所以说呢 这个灯就不会亮 如果我把这个LED0呢 我把这个LED0呢 设置成一个低电瓶 一个Low 设置成一个低电瓶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个压差 这个压差呢 就是这个VCC3.3减去这个LED0的这个电压的压差 这个时候呢 在我们的这个电阻上面呢 就会产生一个 一个电流 这个刚才算过是一个 大概是一个6毫安的电流 这个电流呢 就会流过我们的这个 DDS0这个LED灯 然后这个灯呢 就会发光 好 这个电路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还有 还有一种点灯的电路 这个电路呢 实际上是这样实现的 我给大家画一下 好 我们先画一个LED 好 这是一个LED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把这个电阻呢 把它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这一款呢 让它接地 大家注意这是一个表示一个GND啊 表示一个D 然后我把这个网络呢 我把这个网络放到LED0 把这个LED0呢 放到这个位置 好 这又 这又是另外一种 这个点灯的一个实现的一个电路 在这个电路里面呢 大家来跟我一起分析一下 在这个电路里面呢 如果我把这个LED0呢 制成Low 制成D电瓶呢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这边是D 电压是0 对吧 那么就不会产生一个压差 因此呢 就不会有电流流过这个电阻 因此这个灯是不会亮的 那么如果我把这个LED0呢 制成一个高电瓶 制成一个高电瓶以后呢 在这个 这两端之间呢 就会产生一个压差 就是这个高电瓶 我们假设是3.3V啊 减去这个D0V 那么就是3.3V 再除以这个电阻的组织 那么就会得到一个电流 那么这个时候呢 灯就会亮 因此在这个 这种接法里面呢 我们这个IO 它就是高电瓶灯亮 低电瓶灯不亮 在我们这个原理图的 在我们的这个原理图的 这个接法里面呢 就是高电瓶 它是不亮的 低电瓶它是亮的 因此呢 大家在以后的工程中呢 或者项目中呢 看到这些电路呢 要加以分析啊 不要都认为是高电瓶灯亮 低电瓶灯不亮 这每种电路呢 它对应的这个功能和 这个IO的控制方式 是不一样的 大家要特别注意 好 刚才通过我们这个点灯电瓶的一个分析 我们知道 我们要控制这个LED灯的亮面呢 我们主要是通过控制 我们这个GPIO的高低电瓶来实现的 好 那么下面这个知识点呢 就想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STM32F407中的GPIO的特性 以及我们如何来控制和操作 我们的这个GPIO 好 首先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GPIO的一些特性 我们这个特性在哪看呢 大家记得在上一刻 给大家留了一个客户作业 就是要求大家去 把我们这个STM32F407的编程手册的 第八个小节看一下 实际上我们的第八个小节呢 主要就是对我们这个GPIO的一个描述 好 这里面呢 我就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小节关于GPIO功能 和它特性的一些描述 好 我们先看一下8.1 8.1呢 对这个GPIO做了一个介绍 实际上这个介绍呢 就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这个 通用IO端口 它包含的一些寄存器 把这些寄存器呢 讲了一下 这个大家呢 下来自己来看一下 这些寄存器都有什么功能 有些哪些寄存器 然后8.2呢 就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GPIO的一些 主要的一个特性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我这边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 它每个IO端口呢 它可以支持 每个寄存器呢 它受控的IO可以多达16个 然后呢 它输出的状态有三种 一种是 这个PushPool呢 它叫推晚式的输出出 这个推晚式的输出呢 也就是说它可以既可以 制成高电瓶 也可以制成低电瓶 而且高低电瓶的这个输出能力呢 都比较强 然后呢 OpenZo这个是开路 开漏的一个意思 开漏的输入输出 还有Poolup以及Pooldown 这个呢就是指的是上拉下拉的一个输出出 所谓的上拉下拉呢 就是指的是 如果把被制成上拉的话 它的内部就会连接一个上拉电阻 就是一个电阻接一个VCC3.3V 然后做一个上拉上拉 如果是下拉呢 就是连到地 一个电阻连到地 做一个弱的一个下拉 然后呢 这个第三个的小点呢 就讲了它输出数据 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输出数据的寄存器 以及外设的一个输出 通过外设来做一个第二功能的一个输出 然后呢对每个IO呢 它有一个功能 就是有一个速度选择 可以配置成不同的一个IO的一个速度 然后输入呢有浮空 以及也是上拉下拉和模拟 浮空就是这个IO什么都不接浮空的 然后输入数据呢 可以通过我们的输入数据寄存器 以及我们的第二功能的一个输入 外设输入来进行输入 然后呢有位设置和复位的一个寄存器 以及呢也有ODR这个寄存器可以按位写入 最后还提供了一个锁存的一个机制 然后还有一个模拟功能 以及第二功能的一个设置 然后还有它有一个快速的翻转 而且每次翻转呢只需要两个周期的时间 并且呢还有引脚复位的功能非常灵活 允锡IO引脚呢用作GPIO或多种外设功能中的一种 好我们这个特性呢大概就是这些 希望大家下来呢能再看一下 好好的把这个IO的一个特性啊理解一下 然后第三8.3呢就讲了这个IO的一些功能 然后它的功能呢主要就有这些 好这个实验原因呢 希望大家下来自己看一下它的功能 然后这个表这个表25呢就是它内部的一些结构 这个如果大家对那个数电比较熟悉的话 可以把这个图来看一下 了解一下这个IO内部的这个组成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们证明的重点呢就要看这个表35 这个表35呢讲了这个这个IO位的一些配置 就是对我们这个寄存器啊 它不同的一些位进行不同的一个配置呢 做做一个不同的一个配置呢 可以配置出不同的IO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输出啊 这个还有通用的输出这个实质 然后还有第二功能以及我们的输入 并且呢它后面的属性也可以不一样 好这个表呢大家下来需要自己看一下 在我们后续的编程中呢 很多时候就要参考这个表 如果大家直接要使用这个寄存器的话 就需要参考这个表来对IO进行配置 然后呢在后面这个输出的描述里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标签啊 它讲了很多 讲了很多大家看 这个内容非常的多 然后在这里面呢 在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实验呢 主要是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如何来把它配置成输出 以及如何设置高低电频 因此呢我们需要看一下我们这个IO输出的一个特性 好这儿看8.3.10的话有个output configuration 好然后这个小节呢就讲了我们这个配置成输出以后的 它这个IO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他讲了如果把这个IO配置成输出时呢 首先如果是开落模式的话 我们这个输出寄存器的0呢就会被激活 然后呢就会使端口保持一个高主态 然后如果是推完模式的时候呢 输出寄存器的0可被激活成NMOS 而输出寄存器的1呢就要被激活成PMOS 然后呢后面又讲了它的输出的一些 比如说是他我们的施密特的触发器输入呢就会被打开 然后呢根据这个PUPDR的我们这个寄存器呢 决定是否打开若上拉或者是若下拉 也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是否要配置成上拉下拉 然后呢对我们这个输入数据寄存器呢 每个一个这个AHB我们这个 我们大家要注意哈我们这个 IO呢我们这个IO通用IO这个控制器呢 它实际上是挂在我们这个AHB总线上的 这一点呢比较重要 AHB这个总线上 在这个总线上 这一点呢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呢 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配置IO的第一步 就是对这个AHB的时钟CLK进行初始化 我们只有初始化这个CLK呢 我们才能后续的对IO进行其他的一个初始化 然后呢就是对这个输入数据呢 通过访问我们的数据寄存器呢 可以读取我们的一个IO的状态 然后对输出数据呢 对访问呢可以把这个我们要输出的数据呢 可以获取我们最后的这个输出值 然后呢这个图呢就是 讲了一个输出的一个配置 好 其他的功能呢在我后续给大家讲 比如说我们如何配置成第二功能呢 如果我们要使用我们这个IO的一个锁定功能 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个呢我们在后续的章节呢 再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然后这呢 就他的功能呢就先给大家讲到这 然后我们主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个GPL的一个寄存器 大家看我们这个寄存器呢 有很多对吧 然后呢我们就要根据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寄存器 每个寄存器大概看一下它的功能是什么 这里面呢 希望大家下来呢能够自己的去了解一下 比如这个GPLmoder这个寄存器它是干嘛的 我们看一下它就有它的一个不同的配置呢 会把配置成不同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我们00如果把这个这两个位呢 大家注意哈我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总共有32个位因为我们这个是32位的一个系统啊 然后我们这个寄存器呢它是32位的 然后我们每个寄存器呢它最多可以控制16个IO 因此呢像这个寄存器啊它每两位 比如说0和1这两位就可以决定一个具体的一个IO的一个状态 然后2和3呢就是另外比如说就是这个就是IO0IO1 IO2它就是这样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把配置成00以后呢就是一个输入状态 这个也是复位以后的状态 如果是01呢就是一个通用输出的一个模式 10呢就是第二功能模式 11呢就是一个模拟模式 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typer寄存器啊 通过配置这个寄存器呢我们可以把它配成推板式的输入输出 或者把配置成开漏的输入输出 这个呢是它的速度选择寄存器 好因为这里面的寄存器呢数量比较多 然后呢这里面呢这个老师又不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一个介绍 希望大家下来呢能够把这个寄存器的这个内容呢好好的看一下 然后这个小节呢我们这个第8节的这个这个简介呢给大家讲到这啊 然后我们这有一个小贴士 但是我们如何来访问我们这个外设的寄存器呢 大家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么多啊 因为我们要控制我们的GPU 都是通过我们这个去访问我们的寄存器来控制我们这个GPU的 那么我们如何访问这个IO的寄存器呢 实际上如果我们要访问这个IO的寄存器 我们首先就要知道我们它这个寄存器在我们这个内存音色表里面的地址 就是address要知道它的一个地址 好我们这个地址我们在哪看呢 好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参考手册里面 我们给大家我们看到它那个memory and bus architecture里面 我们看到memory map里面啊 好在这个memory map里面 这呢就有个列表 这个列表呢就列出了我们这个 外设的对应的一个总线的一个地址的一个范围 并且呢把这个它相对应的一个总线也列举出来了 最后呢它把这个相关的寄存器的一个印射表呢 给列举到后面 然后我们来找一下我们的GPU 好看到我们这个从GPU A B C D E F G H I J K 总共有这么多组GPU 每组GPU呢有16个 好这个大家要搞清楚 它它是GPU是分组的 分成了这么多个组一直到K 然后每组呢有16个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地址啊 比如说我们的GPU A 它的地址呢就是从0x4002 0000到0x4002 03FF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 点击这个8.4.11 我们这个GPU REGISER MAP 284 好这里面呢 就把它具体的一个地址的一个偏移量 给我们列举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GPU A MODER的这个地址 它的偏移量就是00 然后呢 再对应到我们的这个 Memory MAP里面 Memory MAP里面的GPU A 好我们的把它起始地址要找到 是0044002 0000 然后再加一个偏移量00 那么我们就可以访问我们的这个 GPU MODER 这个寄存器 然后如果我们要访问GPU 这个Otiker这个寄存器呢 我们就 找到它的偏移量0x04 成4 然后呢我们访问 从它的起始地址 我们刚才看的是0x4000 000 那是001起啊 00 00 然后再加上一个4 那么我们就可以访问我们的这个 这个寄存器 我们这个 type这个寄存器 好其他寄存器的访问方法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通过通过找到这个地址呢 我们对这个地址进行一个 它里面的内容性一个读写操作 我们就可以去控制我们的这个寄存器 好 然后呢 我们 第二部分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 操作GPU的一个方法 首先我们是要把它配置成一个 输出 然后呢 把它配成输出以后呢 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高低电频的一个 配置 这个具体的配置呢 我们在后面的这个代码的一个编程分析里面呢 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小节呢 就先到这儿 好谢谢大家